欸 女生餓起來很可怕 一餓就生氣 可是女生真的那麼容易餓嗎 還是只是想要找男生麻煩呢 我以前也都是就覺得 欸 怎麼一吃完就餓了 要拿自己去怪物 怎麼食量那麼大 其實蠻大的原因是因為 吃進去的東西太垃圾了 營養不足 所以其實當你明明有吃 但吃的都是一些甜點 油炸重鹹的之後呢 你的血糖呢 其實就會像坐雲霄飛車一樣 忽高忽低 那這樣的血糖變動 其實就會讓你大腦覺得 哇 應該要趕快去吃東西 那這種狀況造成的假餓 其實就會讓你 越吃越多 越來越胖 我記得上次有一次 我去報名一個四分之一馬拉松 就會覺得 哇 自己真棒 應該消耗超多熱量 所以我一跑完 就馬上跟朋友去揪 去吃一個火鍋吃到飽 其實是我們身體把 疲憊 累 跟我們的飢餓搞混了 所以它就會讓我們 有種食慾大開的感覺 我自己是本身厚 壓力大的時候就會覺得非常餓 不管是在考試壓力大 或是受訓的時候 體重就這樣直直飆升 都是因為壓力大的原因 如果長期處於一個壓力 或是焦慮的狀況下 身體會分泌一個叫做 皮脂唇的壓力荷爾蒙 這個壓力荷爾蒙 其實會讓我們身體 想要儲存能量 所以它就會叫你去吃一些甜食 一些油炸食物 這些食物呢 讓我們暫時忘卻煩惱 但是呢 這都是假象 它只會讓你變胖 就到以前在醫院上班 我記得那時候因為很忙 幾乎一整天都沒什麼喝水 到下午的時候就會覺得 啊 好餓 好想吃零食 那時候其實有可能是一個 假性飢餓 叫做口渴餓的東西 難怪同事每次會說要不要電飲料 我都忍不住加一 然後順便點雞排 對啊 因為大腦其實會 搞混餓和渴的訊號 因為缺水會讓身體覺得累 那大腦就會想要去吃一些東西 喝一些東西來補充它 那講到這邊 但女生會餓真的不是沒有原因的 男生應該要多體諒我們 但男生也很常那邊動不動就喊餓啊 然後大半夜那邊打電動 配泡麵或麥當勞 那這種餓其實就叫做熬夜餓 當你熬夜打電動 或是加班很困的時候 你覺得困 大腦其實他又開始衝緊張了 他又覺得 這個寄生體人類他快要撐不住了 所以他就會調節你的食慾荷爾蒙 讓你去多吃一些東西 但其實你的身體根本就不需要 所以當然體重又會上升 其實我們這集的重點呢 是在教你分辨哪些是假性飢餓 才不會掉入肥胖的陷阱 哈囉大家好 我是小吳真錦醫師 那我們常常都聽到說 女生餓起來很可怕 一餓就生氣 男生也覺得 哇女生餓起來好像常常就會暴走耶 甚至還會被做成迷茵圖 可是女生真的那麼容易餓嗎 還是只是想要找男生麻煩呢 那我們首先來問問我們的小編 你們什麼時候會覺得比較餓啊 我自己也是耶 我以前也都是就覺得 怎麼好像一吃完就餓了 然後那時候會覺得天啊 自己吃怪物怎麼食量那麼大 但像這樣子一吃完就餓啊 其實蠻大的原因是因為 吃進去的東西太垃圾了 營養不足 所以才會吃一下就覺得 啊怎麼又好像 肚子空空的呢 那你們平常都吃些什麼 大概就飯碗 麵包包子這些 滿可以邊吃邊做什麼的 好難怪 因為這些東西啊 一吃進去 它就會讓血糖衝高 血糖衝高之後 胰島素也就跟著飆高 如果身體一直長期 處於這個高胰島素的狀況 在你血糖降低的時候 它其實也不會去分解你的脂肪酷 去用你的身體原本的能源 它反而會給身體一個訊號說 趕快去加油 趕快去吃東西 所以這樣就會造成說 吃飽了一下 怎麼又覺得 好像想要再去吃東西的感覺 所以其實當你明明有吃 但吃的都是一些 甜點油炸重鹹的之後呢 你的血糖呢 其實就會像坐雲霄飛車一樣 忽高忽低 那這樣的血糖變動 其實就會讓你大腦覺得 哇應該要趕快去吃東西 那這種狀況造成的假餓 其實就會讓你 越吃越多越來越胖 所以我們這時候食物選擇啊 其實就要選擇圓形的 好油、碳水、蛋白質還有蔬菜 這些營養豐富的一餐呢 其實會讓我們身體的瘦素比較多 瘦素啊 其實會讓我們的身體 食慾比較下降 另外它其實也可以讓我們的 胰島素比較穩定 長期下來就會讓我們精神比較好 活力比較好囉 欸我突然想到有一次去餐廳 有一次我超餓 然後呢我哪有把食物都吃光 我看我就沒吃飽很生氣 我會大吼它 那你會不會有加點 結果菜一來呢 就吃不下 欸你這樣男朋友我就很問號 啊你剛剛不是很餓嗎 他覺得有點一堆又吃不下 他沒太煩啊 就算我餓了 那這個其實就是吃太快啊 所造成的假餓 吃太快造成的假餓其實是因為 其實你食物進到身體了之後呢 它還沒跟大腦發出一個 欸你飽的訊號 因為大腦接收到我們的血糖變動 和胃部的飽足感訊號 是需要一點時間的 那你吃太快 大腦其實就還在放空 胃部啊血糖變化訊號還沒傳到 所以就會造成你一直吃一直吃 那等男朋友的菜來了 那你那時候剛好大腦就接收到 喔飽了的訊號 那這時候當然你也吃不下啦 決竅就是說呢 進食速度要放慢 然後充分的咀嚼失誤 讓大腦有時間收到訊號 有時間感到飽足感 喔對還有一種就是 我運動完我會特別餓 然後如果我越激烈的運動 我會越餓 我有這樣的經驗欸 我記得上次有一次 我去報名一個四分之一馬拉松 大概就是12公里 然後跑完之後我就會覺得 哇自己真棒 應該消耗超多熱量 所以我一跑完 就馬上跟朋友去揪 去吃一個火鍋吃到飽 那這樣的狀況啊 其實是我們身體把 疲憊、累 跟我們的飢餓搞混了 所以它就會讓我們 有種食慾大開的感覺 那應該要忍著嘛 還是說過多久 再吃就可以了 我覺得在運動後 如果餓的話就吃吧 那像是重訓的話 我自己就會覺得 欸 在運動後30分鐘內 是補充營養的好時機 那最好是 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質都可以攝取 像是無糖豆漿加地瓜 或者是香蕉加上 滴脂牛奶之類的組合 那我自己是會喜歡 譬如說 地瓜加上無糖豆漿 再加上一個茶葉蛋 那我這邊來分享一下 我自己假餓的經驗 我自己是本身压 壓力大的時候 就會覺得非常餓 那我回顧以前 不管是在考試壓力大 或是受訓的時候 體重就這樣 直直飆升 都是因為壓力大的原因 我還記得我高中的時候 那時候在準備大學聯考 每次以下課呢 就會去買兩個便當 一個雞腿 一個排骨 然後再去便利商店 買零食當半讀 那我在 住院醫師受訓的時候 其實也會覺得說 壓力好大喔 每次值班結束之後 我就會去醫院美食街 買摩斯 再加上紅豆餅 值班過程中 其實也非常煩躁 那樓下全家的巧克力 就是我的心靈腐味 這樣是因為太焦慮嗎 所以用吃東西來發泄 對啊 因為我們身體如果長期 處於一個壓力 或是焦慮的狀況下 身體會分泌一個叫做 皮脂唇的壓力荷爾蒙 這個壓力荷爾蒙呢 其實會讓我們身體 想要儲存能量 所以它就會叫你去吃一些 甜食啊 一些油炸食物 這些食物呢 讓我們暫時忘卻煩惱 但是呢 這都是假象 它只會讓你變胖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餓和累齁 真的需要區分一下 到底是情緒餓呢 還是你的身體真的餓了 那我現在自己會靠幾個方式 來紓解我的焦慮和壓力 那第一個就是運動 那第二個就是睡眠 睡眠超級重要 一定要睡飽睡好睡滿 那第三個就是飲食啦 飲食我會特別去注意 攝取一些抗氧化的食物 像是十字花科啊 或者是洋蔥辛香料的東西 它其實可以讓我們的身體 抗壓能力比較好 就到以前在醫院上班 我記得那時候因為很忙 幾乎一整天都沒什麼喝水 到下午的時候就會覺得 啊好餓喔好想吃零食 但是要注意囉 這時候其實有可能是一個 假性飢餓叫做口渴餓的東西 蛤 口渴也會餓喔 那難怪同次每次會說要不要電飲料 我都忍不住加一 然後順便點雞排 對啊 因為大腦其實會搞混 餓和渴的訊號 像我的大腦也太噗嚨公了吧 但是也不能怪大腦啦 因為其實大腦它這是一個 因為缺水會讓身體覺得累 那大腦就會想要去吃一些東西 喝一些東西來補充它 那這時候的解方呢 就是老話一句 多喝水 即使在室內 也要一直提醒自己說 欸要記得補充水分喔 我自己會是在一整天的時候 就準備好 我一整天要喝的水量 大概就是兩千CC 那在中午之前喝完一半 下午之後呢 就三百三百 再分次把剩下的一半喝完這樣 哇那很多欸 很多嗎 哈哈哈哈 但是為了身體健康還有減脂 多喝水一定是需要的啦 那講到這邊大家會覺得 哇女生會餓真的不是沒有原因的 男生應該要多體諒我們 嗯 但男生也很常在那邊動工就喊餓啊 然後大半夜那邊打電動配泡麵或麥當勞 那我們來問一下 現場唯一的男性攝影大哥 你有這樣的狀況嗎 欸有欸 我睡前都一定要吃小午夜 不然就睡不著 然後特別是那種熬夜啊 或是比較晚睡的時候 就一定要吃東西 那這種餓其實就叫做熬夜餓 當你熬夜打電動或是加班很困的時候 你覺得困 蛋腦其實他又開始衝緊張了 他又覺得這個寄生體人類他快要撐不住了 所以他就會調節你的食慾荷爾蒙 讓你去多吃一些東西 但其實你的身體根本就不需要 所以當然體重又會上升 那這時候解放要怎麼辦 所以就是 睡滿睡飽七到八個小時 如果沒有辦法固定時間睡覺 至少要讓我們固定時間起床 這樣久了之後 其實會讓我們的生理時鐘 漸漸的穩定下來 才不會有慢性疲勞引起的假性飢餓 那我這邊推薦大家 其實可以用手機來輔助 讓自己睡得比較好的一個小秘訣呢 手機有一個功能 它其實是睡眠提醒 你可以設定你幾點要睡 那它在幾分鐘前就會提醒你說 欸你要睡囉 這時候手機它就會自己轉成一個睡眠模式 減少一些訊息的干擾 那在這個時間裡面 你就可以做一些比如說靜心啊 或者是聽一些舒緩的音樂 讓自己之後比較好入眠 那或者是也可以想一下 今天有沒有什麼一些感恩的事情 讓自己心靈平靜比較好入睡 那現在幫大家統整一下 今天講到的五種假性飢餓和它的對策 第一個 吃完飯馬上就餓了 解方就是要細嚼慢咽 吃的內容要足夠營養 那第二個 運動完就餓要怎麼辦 運動完就餓的話 那就去吃吧 但是要記得 要在30分鐘內 補充一些優質的蛋白質 還有一些圓形澱粉 第三個 心情壓力大餓要怎麼辦 這時候 紓壓睡眠 還有補充一些B群是很重要的 那第四個 口渴餓 那老方法多喝水囉 第五個 熬夜餓 這時候固定時間睡眠睡飽是很重要的 那我們今天這集的重點呢 其實不是在跟男生說 女朋友說肚子餓的時候忽略他 你這麼做會有生命危險 其實我們這集的重點呢 是在教你分辨哪些是假性飢餓 才不會掉入肥胖的陷阱 你下載中天新聞網的APP嗎 我想跟你分享一個 下載中天新聞網APP很關鍵的理由 民進黨關中天還不滿意 還想要管制網路 潛制言論自由 消滅了所有反對的意見 但是民進黨關不了中天 關不住民心 台灣絕對不能夠只有一種聲音 我們趕快立刻下載 中天新聞網的APP 跟我們一起守護台灣 多一個下載 就多一份力量